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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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衣脏了 诶 有些难办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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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看看吗 希儿 这可是那小子的未免战哪 还是算了吧 反正有他在 冠军也落不到别人逃生 说得也是 你不想去凑热闹 我也能理解 毕竟场面 每次也都大差不差 哎呀 难得的清闲 我是不是也该找个地方 活动活动筋骨了 希儿和奥列哥 他们俩在聊什么呢 尚处问问吧 呦 这不是开玩笑吗 有阵子没见你了 最近还好吧 嗨 旅行还顺利吗 多亏了你们 我跟头儿最近都快闲出毛病了 这丫头 好不容易得享两天清福 被你说得跟什么坏事一样 温馨 真不知道你后来都经历了些什么 看来咱这淳朴热情的民风 给客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啊 哦 你听见了 我们刚才在聊我徒弟卢卡 你应该还没见过他吧 简而言之 那小子是下层区一流的格斗家 之前也一直在为地火办事 只是不在这个镇上 对了 对了 你肯定还没见过卢卡那小子手累吧 简 不如你带着咱们的大英雄 去搏击俱乐部尝这些 怎么样 这 怎么了 不愿意 不 这没啥 我只是怕卢卡那家伙 又想一出是一出 你正常点 我好像想起来了 之前有一次卢卡手累 希尔就在下面当观众 那一场的对手 跟纸糊子似的 才挨了两拳就趴下了 哎呀 卢卡那小子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当场指明 要希尔上台跟他过两招 要不就说到这儿吧 头儿 我可不想回忆那么尴尬的场景 是 那我就赐大注 反正那小子就是这性的 气氛一到就容易忘乎所以 不过 我相信卢卡 她会做的 同样的错误 她不会犯两次的 所以 回到刚才的提议 丫头 你就带她去摩基俱乐部看看吧 行吧 那我带你过去 这就对了 这广交朋友 多是一件美事 希望你跟我的爱徒 能和的来 卢凯的家伙怎么总是敲咪咪的跑回镇上 我很久没见那家伙了 希望他这段时间有所成长 喂 跑掉 我 我不行了 我这说 下层 费恶婆格的朋友们 第1761届 国际肋主挑战赛冠军 参赛三十次 有胜二十八次的韩颜拳王 第1765届 看来已经结束了 接着 杨鱼切尔 还有 这位是 忘了介绍 这位就是开拓者 他的名字你肯定听过 原来这位就是帮助上下层重建了联系的开拓者 真是幸会 你们是专程来看我比赛的吗 那这排场可真不小 我不过是赢了一场小小的全赛而已 你们俩的世界可比这伟大多了 我们 路卡路卡路卡 他们还真不知道那样 我们要不出外面了 这里的氛围不太适合说话 下次再见伙计们 等着剑是火花四剑吧 总算没人跟着咱们了 就在这吧 还是一如既往的受欢迎啊 冠军 你还在为那时候生我气啊 希尔 我那就是一时上头 没什么 就是奥利格头之前说的那是 反正后来我们也没真打起来 两个地活的干部在俱乐部里大打出手 那场面怎么想都有点离谱吧 当时现场的气氛那么热烈 结果决赛没几回合就分出胜负了 我看大伙都意犹未尽 然后就脑子一热 就别记仇了 希尔 再说了 我是真的佩服你的实力 所以才一直想跟你过两招 我不喜欢抱着玩闹的心态和人动手 你还是别指望了 话说回来 你特意把我们揪到外面 是有什么话想说吗 正是 实话告诉你们 我正着手筹备一个计划 那倒没什么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修炼计划 我想请你们两位加入 共同见证卢凯 盘炎镇的搏击冠军 下一步的成长 喂喂 你给我等一会儿 奥猎格头只是让我们来替你加油 你倒好 一拍脑袋就想拉我们当陪练 我们可没那个时间 你的表情真是完全藏不住 师父都跟我说了 下层去的局势最近相对稳定 地火的日子都变清闲了 而且你看这位的眼神 他肯定很感兴趣 对吧 我果然没看错 总是自说自我 那你没办法 行吧 既然他答应了 那这趟给算我一个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这次修炼的地点 就选在十瓦罗的地盘 之前干的大事 我都有耳闻 你俩对那边的环境 应该熟悉得很吧 等你准备好了 就告诉我一声 咱们一起出发 怎么样 准备好陪我走一遭特训之旅了吗 这就准备好了 那我们出发 跟好了新儿 可别掉队 才不用你提醒 走吧 十瓦罗的地盘 咱们到了 接下来去哪儿 别着急 跟着我就行了 先去找一个 叫卡西迪的机械师吧 我之前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走 这边 卢卡 可算来了 我等你半天了 放松点 哥们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说到做到 犯不着紧张成这样 这两位是 这不是希儿小姐吗 我这点金毛蒜皮的小事 居然惊动了地火的两位干部 他们俩是顺路来帮忙的 别介意 你把遇上的事 给我们讲明白了就行 顺路帮忙 那 那我就说了 你们别笑话我 我是个业余机械师 平时没事 就喜欢收集些费件 自己搞些 拼装机器人的小活 也算是乐在其中了 可就在前几天 我最满意的 两个机器人伙伴 突然不见了 我平时出去 都会把他们留在帐篷里 这聚落周围也都是熟人 以前从来没出过类似的事 我怀疑 是有人盯上了我的机器伙伴 趁我不在 偷偷把他们带走了 虽然我不知道那家伙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篡改了系统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单纯觉得 这聚落里的人 没那个本事 原来如此 丢了两台机器人是吧 那你手上有什么线索没 或者 只是合理的猜想也行 我们想帮忙调查 总得找个入手点吧 非要说的话 有一件事 我到现在都想不太明白 我那两部失窃的机器里 有一台无人机 我给他请名叫小飞 我给小飞装了报警器 没权限的人只要一靠近他 就会嗡嗡叫个没完 那银两 保证整个聚落的人都能听见 但是机器人失窃的时候 我压根没听见小飞的报警声 这事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不可能哥们 这你得信我 我对住在这附近的人 可是再输不过了 原本应该发出警报的无人机 突然成了哑炮 值得留意 还有别的补充吗 我想想 还有一个细节 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我给小飞装了个追踪仪 只要他离大奔 大奔是另外那台机器人的名字 只要他俩之间距离过远 小飞就会开启自动巡路 飞到大奔身边 就这些了 我试过自己去找线索 但根本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果然专业的事 还是得留给专业的人做 行 我明白了 放心吧 哥们 我们保证帮你把机器人找回来 喂 你哪儿来的自信 相信我 希儿 别担心 凯西迪 你的事就交给地火吧 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 别被坏心情毁了一整天 喂 刚才那是啥情况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能帮他找到东西 别着急 希儿 你先听听我的推论 想趁人不注意 偷走两台机器人可是个大工程 何况其中一台还装了报警器 所以我猜咱们的小贼朋友 压根没把小飞带走 你的意思是 那家伙肯定知道小飞装了报警系统 所以干脆决定先用暴力手段把他弄坏 但他又怕卡西迪能把小飞修好 然后用追踪功能寻找大奔 所以他把损坏的无人机丢到了某个地方 自己带着大奔跑路了 你们怎么弄住了 倒是发表下看法呀 看来你挺认同我的推断 是吧 没想到原来你不值四肢发达呀 三肢发达才准确 既然你们都同意我的推断 那干脆就顺着这个思路找起来吧 这地方最不缺的 就是被四处乱丢的无人机 动嘴不如动腿 走吧 卢卡 你经常帮人找东西吗 算是吧 小孩子们丢了东西怎么会来找我 怪不得 真破败 我可不想住在这儿啊 这里的人也不想 但他们没得选 我们可以改变这些 对吧 看 这儿就有一架无人机 不过该怎么判断是不是卡西迪丢的那家呢 这里 看 好像有人故意把外壳上的七字给刮花了 而且还没刮干净 确实啊 好眼力啊 星儿 不管是谁干的 当时肯定着急得很 得想办法把这小家伙修好 哎 能帮把手吗 我记得不许可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强套 再说 不想 你不是说 恶人 做 MAT 不要 已完成重启 運氣不賴 居然真讓咱們找到了 閃鎖大奔的系統信號中 你們仔細聽 這肯定就是卡西迪之前說的追蹤系統 閃鎖失敗 大奔與本機距離過遠 需要開啟追蹤功能 居然還真有追蹤功能 看看他到底靈不靈光吧 他要飛走了 快跟上去 看 那邊的傢伙 玫瑰碎碎啊 朋友 誰 吃在那邊 紅色的攜帶 地火 你們來這兒幹嗎 我 我過得挺好的 不用你們幫忙 你們趕緊走吧 去管別人的閒事 每天靜想著不勞而獲 沒事就幹些小偷小摸的勾當 過得能不好嗎 這我就得反駁你一句了 你看他身邊那下大奔 這水平怎麼也不只小偷小摸了吧 燈 燈花 你們怎麼知道這機器人的名字 難道你們是 你猜對了 就是卡西迪讓我們來的 把你偷走的東西交出來 不然就能去見識冠軍的拳頭吧 去你們的吧 事已至此 我也豁出去了 反正要是見識傳出去 我也別想在這附近混了 老子今天就跟你們拼了 大奔 準備給我上 死不悔改啊 這傢伙 那就不用再跟他廢話了 盧卡 哈哈 這下講到一塊去了 來吧 青青必須讓你嘗點苦頭 要招嗎 七槍備戰 左手在幹掉了 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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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鋒 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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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心哥 頭牔吧 不是我們的隊守 我 老擺沒推 Wed 相對 那就再吃我兩dern 我錯了 大哥大姐們 我知道錯了 你們放我一馬吧 哈哈 這就認輸了 剛才的氣勢跑哪去了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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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奔想家了 大奔想和小飞聊天 大奔想和卡西迪一起玩 回家 回家 大奔你回来了 大奔 比布 卡西迪 小飞 卡西迪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卢卡 希尔 还有外来者兄弟 这下我的生活终于能回归正轨了 怎么样 我没说大话吧 帝我的干部向来说到做到 我从来没怀疑过你 卢卡兄弟 欠你的这个人情 我会一直记得 不介意的话 现在我想去给小飞和大奔 做一次系统彻查 行了 快去吧 咱们回头见 神清气爽 帮上别人忙的感觉 总是特别充实 你们觉得呢 老实说 这点事 我感觉你一个人也能搞定 不过你之前说 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我都敢问问 你这试炼 一共分了几步 三步 一共就三步 放心 保证不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 别着急 我正要说呢 走吧 两位 下一步 咱们要把这聚落里的猎戒渣子 都给清理干净 猎戒 但我记得这篇巨落 没有受到猎戒影响 对吧 你没记错 这里的猎口就是最近才被撕开的 昨天奥猎阁师傅才收到探测消息 我特地和他说 希望能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处理 你看 这第二步失恋的内容不就有了吗 真佩服你们师徒俩 心够大的 既然事关业界 那的确一秒都拖不起 怪物出没的地方在哪 赶紧带路吧 这就出发 跟我来 优优 dude 祂在做这部 录卡 您老实交代 您来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 Aku 你来这里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只是修炼 真的 这么多鞋可不像那么多鞋啊 咦 守护 为什么 还是 你们是怎么跟史瓦罗和解的 说说细节来 这个数量 确定猎界怪物是最近才涌进来的吗 消息应该无误 看来史瓦罗大佬也放松警惕了呀 居然放任这些家伙在他的地盘捣乱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先把这片区域清理干净吧 怪不得前面那些小罗罗那么活跃 原来身后藏着这么个大家伙呀 这家伙应该就是源头了吧 干掉他 这片区域的劣界活动应该就能消停一阵 你的第二个试炼也就算完成了 是吧 没错 怎么 你这不是也热血沸腾了吗 希儿 太久没好好活动筋骨了 今天正好拿着家伙热热身 好 哥们儿 等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上 现在才开始 野子沉了 索性都干掉吧 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吧 准备打尘了 准备打尘了 站好了 不太意思啊 别骂了 环虎伤在哪 见识战 火发四线吧 火发四线吧 挑战吧 七枪备战 记住呼吸的感觉 快动 是吧 放森僧 还差一点 那家伙要撑不住 来 他致命已尽 的 时机来了 索性都干掉了 这家伙还真难缠 幸好咱们不用单打独斗 这样就行了吧 卢 容锤出身的勇士 无敌的盘颜冠军 让世界上的邪恶 无处遁形 你 你没事吧 你就别学他了 怎么搞的 你今天怎么老是一惊一乍的 不是得了什么毛病吧 就是一套正常的庆祝仪式 你不用那么大反应吧 你管这叫正常 要是在擂台上也就算了 不对 哪怕是赢了比赛以后 我也从来没见你喊过那么尴尬的台词 别太纠结了 汐儿 我跟你保证 我肩上这颗脑袋清醒的海 你看 咱们这不又帮下层区除掉了的大祸害吗 话是不假 但一码归一码 你的这个新习惯 我实在是 放心 最多也就持续到这次试炼结束 我保证 我今天是不是保证太多次了 这可不是啥好习惯 反正 我安排的试炼就只剩最后一步了 两位 辛苦你们陪我再走一段 都走到这儿了 现在半途而废 我自己也会觉得可惜 说吧 你还想去干啥 这场修炼的最后一步 就是挑战史瓦罗大佬 你还敢说自己没毛病 冷静 别上头 汐儿 都说了我很清醒 我说的每个字都是认真的 这次试炼的最终目标 我几天前就已经定下了 你想啊 下层区 还有比史瓦罗大佬 更值得挑战的对手吗 不行 我不能答应 你这就是自找不痛快 且不说你有没有胜算 地火和史瓦罗的关系 才刚修复 我又不是要去挑衅他 你别把事想复杂了 我是要请他 跟我来一场公平公正的对决 就像全台上那样 你疯了 史瓦罗是个机器人 他才不懂什么 搏击台上的礼仪 跟咱们不一样 他的拳头可不是肉掌的 那我们可算是棋风队上 对吧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别抖激 我只是觉得 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 我理解你的担心心 但是你得知道 我是个格斗家 不断修炼 不断变强 可是我的职责 脑子里一直有个 想挑战的强者 但自己却一直没法接近呢 那感觉可太憋屈了 多亏你们跟史瓦罗达成了和解 我才能有这个机会 我绝对不想错过 我知道了 好吧 那我们去见史瓦罗 跟他聊聊 丑话说前面 要是他懒得搭理你这个挑战者 我们立马就离开这儿 放心 我会说服他的 不过你说得对 要是他不在信头上 那也不好强求 我没怎么跟史瓦罗大佬接触过 这次还辛苦你们带路了 出发吧 卢卡 你 怎么了 算了 和你说了也白说了 去找史瓦罗的事 你跟头打过招呼了 你就想问这个 我也不是什么事都跟师傅说的 开拓者 地火的希尔 还有 有 幸会 是瓦罗大佬 我叫卢卡 和希尔一样 是地火的干部 标用后台数据库 检锁中 检锁完成 卢卡 龙锤镇出身 盘炎镇搏击擂胎赛 二十八届冠军得主 地火代理首领 奥列格的哀徒 哇 厉害 谢谢你替我省去了一大段自我介绍 地火的卢卡 你来找我有什么目的 直奔主题 正合我意 我是来挑战你的 史瓦罗大佬 挑战 意图不明 外来者 地火的希尔 你们能否做出解释 都是他自己一拍脑门想出的主意 同不同意都看你 史瓦罗 对 我也没什么想法 就是想跟这下层区公认的最强过上几招 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怎么样 有兴趣吗 正在评估 对象动机 不明 第一等级 零 测谎结果 通过 评估结果 对象确实只为切磋而来 我同意和你交赏 地火的卢卡 等会 你这就答应他了 兵器结构与炮筒 若长期不予使用 修怀风险将大大提升 定期使用将减小风险概率 延长不减使用寿命 啥 还能找个比这更烂的理由吗 看吧 都说了我绝对能说服他 那就拜托你当裁判了希尔 俱乐部的规矩 你再清楚不过了 我 行吧 我知道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 双边选手 请到擂台两侧就位 我准备好了 十万罗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 地火的卢卡 我问你 你那只机械一只是何来头 没想到这下层区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 真是荣幸 这条手臂 其实没什么故事 在一场保卫战里走神的结果 连具体年月我都记不清了 重要的是 只有在丢了这只手之后 我才终于找到了意义 找到了活着的感觉 这也是我现在站在这儿的原因 为了让自己觉得鲜活 也为了所有 对我寄予厚望的家伙 精彩的回答 我会认真对待这场切磋 帝国的卢卡 蓝方选手 机械聚落的史瓦罗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红方选手 熔锤阵的卢卡 你准备好了吗 随时随地 好 无限制级别搏击 一局一胜制 以一方选手失去比赛意愿 或裁判判罚 视为对局结束 第一回合 开始 箭矢下火花四剑吧 现在还很挑战吗 我能否跟他玩 如果有一个人扛住这一招 就让我带你自己来走 相信 我请你 下车 三拢 就算 这十万不大了 那再尝尝这一招如何 Bridge 什么 召加 一个 绅 一拳就够了 一拳就够了 费 顿 不赖吗 红方选手被击倒 十九八七 怎么可能 你结束还早着呢 再来 推进 拿个光明 万物章在哪儿 这是我认真起来的对手 箭是箭是箭是首发四箭吧 我从国在你 推进 进 进 对付你 一拳就够了 结果进入 这么狼狈 胜负一分 够了卢卡 就到此为止吧 不 不行 还没完 必须让你 看走 罗卡传场 弄定 传乎伤在哪 你看我认真起来的对手 见识下 无夸四剑吗 你让我印象深刻 帝国的罗卡 我会记住这场战斗 多谢 但是 还没 没完 我 还不能 帝国的罗卡 无论你前来的动机是什么 我都承认你的强大 你的表现 值得让我重新评估人类的极限 那还真是 喂 别想 别倒下 起来啊 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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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听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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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